台地登场 无人登场 爱他跳 台地勇队昨日在公开女生组400公尺混合式接力 拍出去年的夺金阵容 杨玉轩 林佩文 陈玉荣 何品力 而他们也不负众望一路领先胜利取得8连霸 负责最后一棒的何品力在赛后表示 其实他原先不打算参与此次的全大运 但考量全大运报名时距离不勇国际赛还有两个月 他既希望能维持水感又希望能为学校争光 衡量过后他才在最后一刻选择参赛 可能一刚开始对自己我们会不会再继续连霸 是有一点怀疑的 我觉得是压力也是一个助力 就是会想要再继续延续下去 前面学妹们超给力 我在前面超紧张 在跳台上很紧张 但是看到他们帮我领先那么多的秒数 我就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就下去就是放手一波的感觉 压轴登场的一班组400公尺混合世界力也找出精彩表现 第一棒叶景文虽然负责非常最擅长的仰视项目 但任稳定发挥 站排第三 接棒的黄维新奋起直追将排名往前推进至第二名 担任第三棒的侯佑佳 面对竞争队伍接排出男生应战 只能咬牙哭撑 加棒时台体勇队位居第五 关键时刻最后一棒王芒刃挺身而出 在个人前50公尺就超越三组对手 最后一里路更是成功反超成为金牌得主 旁边选手实力都差不多 所以说其实还是蛮紧张 但最后还是显身一点点这样子 因为我是左边换气 所以我过去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他 可是在跳下去之前 然后到第一个50转身都没有看到他的脚 所以那时候就有点紧张 可是回来就是我就不管 所以就是就一直有一直有 所以左边换气下来之后 有稍微瞄到他可能已经在我的旁边了 所以那时候就有点稍微有点开心 可是又不太敢放 所以就是把他最后还是拼尽全力把他游完 112拳大游泳赛程来到最后一天 一般组好手侯佑佳在400公尺混合室 夺下他个人项目的第三金 而800公尺自由市由杨玉璇拿下铜牌 短距离的50公尺碟市 则由陈玉荣游出28.28将铜牌报回家 倒数第二个登场的公开男资组 400公尺混合室接力也将银牌收走 台替泳队在近日共计拿下三金一银二铜 记者林雨晨 吴若瑜 新竹报导 新竹报导